韓市民挥挥手不時拱手拜託 金融市長謝國良罷免案 進入最後階段 謝國良繼續車掃行程 呼籲市民投下不同意票 這回幫忙站台的不是藍營大咖 而是民眾黨兩名立委 張祺凱及林國成 我們兩個是率先 結果有四個人跟我們坎不戀 說為什麼他們不能來 其實我們前黨一致 支持謝國良緩罷免 我們反對政治性的罷免 反對報復性的罷免 一定要以經濟 以民生為優先 這也是貫徹 也是回應柯文哲 柯主席 之前所提的這個訴求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也在渡到基隆 陪著謝國良掃接敗票 這次投票人數有31.797人 需要76979張同意票 不只是在基隆 不只是在立法院 在全國各地未來也會持續的合作 霸梁顧梁陣營進行最後衝刺 國民黨將在明晚舉行守護基隆 守護國會造勢晚會 立法院長韓國瑜 前總統 馬英九黨主席朱立倫等地方縣市首長 都會道場力挺 黨內要繳雲集 拆良陣營同一天晚上也有晚會 最大咖找來聯電創辦人曹星成 道場聲援 同意罷免 十月十分 同意罷免 把握最後衝刺時間 沙海公民拆糧行動也持續在基隆市街頭 呼籲民眾投下罷免票 拆糧固梁總動員就看基隆市民如何選擇 歡迎新聞陳祥英旦全還在基隆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